英國國家藝廊首度來臺 與臺南奇美博物館合作 引進範谷 莫內等五十位 歐洲名家大師的徵集作品 今天開始在臺展出四個月 希望透過這次的展覽 能夠增加南臺灣 與國際文化交流的機會 走進展區一幅幅珍貴的大師 針雞已在牆上就定位 其中長草地與蝴蝶 是後印象派大師範谷的作品 也是他人生最後一年 在精神療養院中所完成 臺南奇美博物館二號 將推出英國國家藝廊珍藏展 匯集五十名大師 帶來五十二幅針雞原作 不只範谷 文藝復興三節之一 拉斐爾的加瓦聖姆 光影大師林布蘭的六十三歲 自畫像也在其中 這次的畫作都是非常貴重的畫作作品 所以每一個畫作都有隱形玻璃 此外我們在展場規劃上都有立起的台作 然後包括圍欄 不只展出石油缺密的保護 開展前一週英國國家一廊的管員 及修復師也遠道而來 跟臺灣館員小心翼翼開箱 檢視美幅作品 今年適逢英國國家藝廊兩百周年 南部有博物館成為臺灣唯一合作館所 讓民眾在國內就能橫跨四百年 欣賞歐洲藝術名家的作品 官方也期待透過這次展出能增加 南臺灣與國際文化交流的機會 記者李承宇 陳煥與許正俊 臺南報導